另外持續來看的是台南市立光農工違法販售黑型原料 餐杂可落合金屬離子的工業級EDTA 給食品業者來使用 檢方現在清查除了統一愛知味和伊雷特之外 全台有15縣市89家中下游廠商使用 或者是販售這些原料 而其中台南市最多26家 各縣市的衛生局已經展開查口封存 前往購買黑心原料廠商查封 台南地檢署會同衛生局人員持續追查 包括洋菜粉 安芋粉 豆漿粉和豆花粉等等 只要是出自台南市立光農工全面封存查口 連續三天清查後發現 只有統一愛知味以及伊雷特三家知名廠商 立光農工供應給全國15個縣市89家中小型食品廠或店家 其中台南市最多26家 封存了台南市的下游廠商 殘餘的原料大約是264.45公斤 另外成品有3601公斤 至於外縣市的部分 有封存了殘餘的原料有2934.086公斤 成品的部分有1274.4公斤 黑心原料不只在國內流窜 新北市博美食品和桃園金峰巡食業 也向立光農工購買原料並出口到東南亞國家 已經通知全面禁用 發現有部分有外銷到菲律賓以及 新加坡大陸等等地方 當地的衛生單位都已經透過了適當的管道 通知該國家做一個適度的下架等等的動作 台南地檢署是在三個月30號 碰獲立光農工 涉嫌變造食品添加物有效期限 並違法將工業及EDTA添加在愛玉粉、洋菜粉等原料中 增加食物口感 31號蔡新負責人已經以 詐欺漢未造文書遭裁定收押 接著台南綜合報導